我會接觸瑜伽也是朋友介紹 剛開始我也是報紙半信半信 認為好像是比較女性化的運動 因為認識很多都是女生在學瑜伽 可是等我嘗試以後我發現 其實這個是不分性別的 我以前不知不覺的時候會有點活胸 我上了瑜伽以後 有時候早上我在散步的時候 我會提醒自己說要把脊椎垂直 要不放在正確的位置上 身為瑜伽確實會心疼代謝有很大的幫忙 特別是我是比較有點心疼代謝的 一些血糖比較偏高的問題 他對內分泌有很大幫助 有很多內臟的一些按摩的動作 我鼓勵多一點男性朋友來試試看 我記得一年半以前我剛開始練瑜伽的時候 我的體重跟現在是一樣的 可是所有人看到我這一年之後 都覺得我怎麼好像變瘦了 問很多醫生 醫生說你把你的體內脂肪 跟表皮脂肪都燃燒掉了 像我以前打籃球 你受傷了你怎麼去療癒 除了一看醫生 可是瑜伽 我記得有一次的時候 我不知道滑滾能怎麼受傷 醫生都要半年來恢復 大概很短時間 就老師用了大概三個月 用了各式各樣的動作 也是用瑜伽的訓練 所以瑜伽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養身運動 在這兒的窗外面 我記得要多了 就應該要多了 而且再次要多了 那樣子